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谁要我选择代表情绪那个画面 不显得那几年内那天蓝天那年毕业 那一场变苦变小孩要拥抱是你的脸 想起来可爱可恶可可可气可是多怀念 怀念总是其人怀念不太条件 当回忆重过靠近穷出所有在我眼前 我和你留着海水和这气水在这上边 说好的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 现在就是那个未来的世界 完善了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是同一遍 用情沉山落掉放纵箭箭实验 只是我望着海面的这永远模糊了视线 会不会有一天 时间真的能倒退 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 也许会有一天 也许会有一天 世界真的要终点 也要和你聚起回忆两个天 我和你再看一遍 我和你再看一遍 有些小的福建 也许会好想留恋好想留恋 好想留恋前的眼泪 期待会儿你会不会 他会不会开口中学会 他就等你你在等会儿我在等谁 有时是孩子没学 电话没天星星没准备 随口不得黑了又亮亮又黑 和风影散来上天 远走到处在门里起吹 会不会有一天 时间真的能倒退 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 也许会有一天 世界真的有终点 也要和你聚起回忆两个天 和你再看一遍 会不会有一天 时间真的能倒退 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 也许会有一天 世界真的有终点 也要和你聚起回忆两个天 和你再看一遍 就让会有一天 我们都变成昨天 是你陪我走过一生 你会匆匆的瞬间 有一天就是今天 今天就是有一天 今天就是有一天 说出一直没说对你的感谢 和你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永远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睡睡和念念 明智慢慢来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Yoyo 她在EYS155这个地方工作 Yoyo 请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哈啰 大家好 我是Yoyo 很高兴来到这边 其实我是来这边 主要是做一些有关于空间的一些 等一下 那你现在是全职就在工作吗 还是你还有学生的身份 对对对对 我就是说我来这边工作以外 我晚上也有在大同大学那边做在职专班的研究所的学习 所以这Yoyo 你的Yoyo是哪个Yoyo 我是保佑的Yoyo 保佑的Yoyo 那你当初找这个算是打工的工作吗 不是就是说所谓像正职这样的工作 正职的工作 对对对对 我当初其实来的时候就是说 因为刚好之前认识小麦 然后就是在去年的时候认识小麦 所以就是刚好她有这个机会 然后再找人 然后我就刚好 刚好就是想说过年嘛 换个新气象 所以说就来到了这边 那Yoyo你本来的工作是什么 哦原本工作 诶你是说找刚开始的时候吗 对 还是说上一个 都聊聊 都聊聊 我最早其实是在做电影相关的 就是说有关电影的发行 然后制作这样子 然后就是说她整个 就是说在华映电影公司 然后她是主要是以亚洲地区为主 然后有一些 主要是在做行销发行 然后我是主要是做制作方面 所以说 所以设计的一些东西 你也会做到 设计的东西就是偶尔会碰到 可是我其实比较少碰到设计相关 其实我有点不务政 因为我原本大学是学工业设计 可是后来 后来因为那个 就觉得不难 我也是工业设计 可是那你说电影制作 是什么 比较没有接触过 电影制作 因为那时候我比较是碰后期 就是说 有关那个 电影后校 后制的方面 所以你会 剪接 后制 其实不是 就是后期制片 它其实比较是说 在掌管 就是说 可能我要找导演 或是说找音效 然后帮他们排时间 然后就说 什么时间导演可以 跟音效师做 时间上的结合 然后去讨论 电影要怎么做 或者说一些 影像 然后其实大家看到的影像 每一部电影 其实它都有调过 然后调成像电影的 那种quality 这样子 就是它的画质 都会很特别 不会像一般我们电视上看到 这样子 还有包括跟一些摄影 摄影老师 或者说 音乐老师 然后就是说 做一些那个 后期要做的东西 还有包括动画的部分 这样子 听起来就是 不停的要跟人相处 是是是 敲时间 然后会很累喔 对对对对 就一直切切切 然后切时间 切到自己没有时间为止 对 那你前一份工作 这么辛苦 听众朋友可能不了解 UIS155 是我 2013年住村的地方 所以我跟这个地 跟迪化街这边 算是有一点渊源 然后 又又就应征了 这该这个职位是什么 总管吗 对就是 比较是算 总管 就是说 这边 有大大小小事啊 其实因为我 我比较是 那种就是 喜欢 我比较 其实我比较不喜欢管人 我比较喜欢管东西 就是我有一点洁癖 虽然我不是处女座 可是 可是你前一份工作就是 不停的要跟人相处 太痛苦了吧 太痛苦 可是 可是没关系啦 就是说 就尽量啦 就是说 那个工作就要有点圆融 然后实在 所以说后来就实在受不了 然后就 所以说 就是受不了 对啊对啊 然后就 想说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 也是那个工作 让我 刚好有整理到他们的 因为其实那时候的老板 他 他蛮开放的 他就是让我们就是说 欸你想做什么 然后你跟他讲一下 他都会让你去做 然后 那时候我就想说 欸我们的那个仓库好乱喔 我实在受不了 然后 你说现在这个 不是不是 现在就是那个 电影公司的 就是 因为他们早期会有 那个胶卷嘛 然后胶卷实在是 就是他们放到 就是说连办公室旁边 都是胶卷 我实在受不了 然后 看到仓库也是一堆 胶卷我就受不了 然后我就把他们 全部整理完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全部拿出来 再丢进去这样子 就是说我有某部分的洁癖 所以你有整理空 对我有整理空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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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把那个 那个 就是说很脏乱的地方 整理完 然后会有那个 成就感这样子 那我觉得US155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地方 因为 这里虽然是一个豪宅 但是因为太有创意了 我每次来这里长得都不一样 哦 对对对的确是 然后都是 东西都是相当的丰富 因为不停的创作嘛 就会堆出很多东西 对对对 那说说看 你在这边遇到有什么 厉害的挑战 或是有趣的事吗 厉害的挑战 其实我先讲有趣的是好 因为我刚刚有想 就是说 呃 我那前阵子刚好有认识一下 山水行的老板 山水行是 在我们鞋对面的一家 那个干货店 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 因为这边 这边是正常时间 是7点之后会到垃圾 然后我某一次就看到他 就是很帅气的飙车过去追垃圾车 然后而且 而且他是单手骑 然后那个 那个垃圾车是扛在后面 然后就有那种莫名的帅气的感觉 然后就是 呼啸而过 然后就哇 这个人实在太屌了 就是说可以单手扛的垃圾 然后 然后又单手骑机车 然后还可以跟你打招呼 然后我就觉得 哇这边人应该都是 非常有 特 就是很有 很有特别的人 这样子 我倒垃圾我也遇过一件事情 我也可以讲 就是倒垃圾的时候呢 不是要用那个专用垃圾袋吗 对对对 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讲 然后总之呢 也是有一个邻居就跟我说 啊不用啊 那个还要钱 就普通用一般袋子就好了 我说这样不是不行吗 他说 那个垃圾车的我都认识啊 不会啊 让他宣导一下就好了 哦 是那个旁边那个吧 不可以讲啊 总之这里就是 该说有人情味吗 嗯 算 算真的算 算是很不台北的台北 对是很 让我蛮意外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嗯 就大家都很快乐的感觉 就是 他们就是 有些人笑起来 你会觉得很假 可是 这边人就是给你感觉就是 就是每个人都是觉得 欸 你们在干嘛 然后就是会 特别想要关心一下 就是说 聊个几句啊 然后聊大概就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啊 两个小时 我工作还没做完欸 这样的感觉 有这样的感觉 对 那你在这边 一天的生活的工作 大概是怎样 我们节目下一段 来跟大家聊 因为目前听起来 好像蛮开心的嘛 就是大家知道 你逃离了上一段 都要跟人相处的工作 来到这边 又有人情味 又可以聊天 又可以疯狂的整理 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的 然后今天的歌 也都是又又准备的啊 然后下一首歌 我们要播的是首歌 什么呢 呃 我们来延续上一个五月天的 所以我们下一首 我们播拱狼 好 拱狼 听起来 似乎有什么隐情在里面 还是只是单纯喜欢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它 它是每个人生活的动力 就是说 它里面的词都会觉得 每次看到 每次听到都会觉得说 啊 未来充满着希望 这样子 所以 你觉得工作就是要 抱着这种热情就对了 啊对对对 就是公文阿走 呵呵 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好 大家听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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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希望 希望你我告解的位 旁在身旁來總有一天 發香滑梯轉緊了 買三步半行 環境來有起人 過去孤高共 天才不夠冷 台航是龍蘇蘭 只好看我這季化 不走路歸走 不走大火爛 尋找一隻眼 面對我下夢 甘願來追光人 我不是頭腦空空 我不是真正味湯 人啊人 這是人 要怎麼換去 我現在太大 我 有我的路 有我的夢 夢中的期待世界 敢說它是真正 我走過路 只有希望 希望你我告解的位 旁在身旁來總有一天 我不是人 寵人 我不是人 寵人 我不是人 寵人 我對很 composite很命 我不是人 寵人 我不是人 我和人 爬過路是有希望 希望你我擁有的會 放在心肝裡總有時間 總會總會有時間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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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burda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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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 歡迎回到強迫Radio FM 107.1 收音機轉開 聽不到 但是以後也許有一天聽得到 然後可以上網搜尋 《牆壁的牆破掉的破》 然後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 米其曼漫來 米其曼漫來通常都是會講一些跟創作相關的 然後今天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是在URS這個文創場域工作的悠悠 哈囉 大家好 大家現在都可以聽到我們在迪化街錄音 所以外面會有很多貨車跟機車的聲音 偶爾會有一些小口叫 那剛剛上一段有提到說 悠悠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一天在URS 1555 Cooking Together的工作大概是怎樣 好 那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每天大概九點多十點多過來 然後其實一開門我就覺得哇賽 就是一個人獨享豪宅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就是來開這個門就是說你會很開心 因為感覺就是很大 然後不會像之前辦公室就是開個門 就是又要關在一個小辦公室那種感覺 然後然後 空間通風好 然後市價約接近一元 各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億 一隻手指頭輸不完 九位數 所以你在這邊工作剛說空間非常大 採光好 對 氣氛家 氣氛家 這個辦公室的大小其實是董事長等級的 對 就是說欸這個其實整間看下來就是說 就無限延伸 就是說一般人可能剛進來就會覺得 哇這個怎麼那麼長 然後一直到延伸無止境的感覺 對啊 好所以現在十點已經到了 我們明星慢慢來節目有一個特點 就叫做盲人導覽時間 我們要閉上眼鏡 然後幫聽眾朋友講這一切 對然後我大概來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我們這邊有很多的職務這樣子 然後因為植物是有生命的 我一定要第一個去餵飽他們 所以說就是我來的時候 都會先衝到三樓去 然後先把那個植物先澆澆水澆澆花這樣子 所以你的工作是總管 就是你要設法讓這個建築物活起來 而且看起來是乾乾淨淨真神奇奇的 沒錯沒錯 就是說把所有事情都排得很好 然後植物也照顧得很好 然後每天要跟他們說話這樣子 摸摸他們就是 誒那個該生一些水果出來囉 然後他們也許就會長一些桑聖啊 之類的東西啊 後面其實我們還有柚子素 還有芒果素 然後我非常期待他們可以長出來 那除了這些環境的整理之外 那你接下來還會做什麼嗎 對那因為 因為其實我剛剛應該是說大概9點多到 然後大概我們10點的時候 我就會去另外一個辦公室 就是說另外一個神秘的小空間 然後那個空間就是說會跟大家 跟我們其他的成員一起討論 就是說 誒今天 我們大家 彼此要 要做的事情是哪些 因為 這個空間 算是開放給一般民眾嘛 對對對 所以其實 那個 工作人員他們是在另外一個辦公室的 對對對 就是因為這邊實在太舒適了 然後其實 就是 就是 為了讓大家就是說 那個 就是 更努力了 不要就是因為 因為這邊常常會有民眾進來 誒 請問現在在幹嘛 對啊 有沒有地圖啊 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說就是說 大家 我們就有另外一個辦公室 就是說 讓那個 讓大家 可以 就是 可以更認真 所以是總部啦 對 這邊是分部 就是他可以操控 就是 對 那 好 總部開完會之後回來呢 總部開完會之後 然後就是 就是 我們就 開始 怎麼講 我們就會開館 就是 就是11點會開館 那樣子 因為 因為其實 我就會 就會把 就是 前 前 前洞的那個燈啊 什麼什麼都打開啊 然後後洞也是 然後 就會開始 思考一下 就是說 誒 今天 要 要做哪些 就是跟大家 討論的東西 有哪些 然後對 我還會 做一件事就是說 因為 因為我 因為這邊剛好有大房電局 然後 我就 都會有真便當的習慣 哈哈 真便當 哦 不錯 米奇邦也是帶便當 是微波爐派 對 我是那個大同電國派 因為我讀大同嘛 所以要用大同電國 哦 就這樣子 對 對對對 可是那目前這樣聽起來 你做的都會是 很維護性的工作 你有需要做什麼 企劃或者是 對對對 整個營運的嗎 有有有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像 像我們有 有做一些有關那個 空間的規劃 就是說像 像 因為我們 嗯 跟去年跟今年其實差蠻多的 去年就是說 有一些進駐的那個藝術家 就是我本人 對 然後就是今年 今年就是說我們整個回歸給民眾 然後讓這邊就是說 整個空間是開放 所以我們 我 今年就是 今天的任務就是說 把各個區域就是說 把它有一些 他適合什麼樣的人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做一些事情 就是說 這些人 他可以在 這些場域中 做哪些事情 就是有關空間對話的部分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承襲了去年和前年的好味系列 然後好味系列 我先跟大家大概說明一下 就是說 好味 我們分成好味食堂 好味 這非常複雜 你一分心就會聽不懂 沒關係 我還是希望盡量我們能講清楚 就是一個 一個月有兩次 然後一個是好味甜點 就是 我講概念好了 直接講概念比較好 就是說我們 必用二次結器的食材 就是說這個食杰 我們該吃什麼 然後再結合 那個附近店家的一個食材 就是他可能是賣花菇 然後我們就 花菇和那個 可能和那個 可能和那個 米奇麥討厭香菇 對 然後和其他的 二次結器的食材做結合 然後讓 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後請老師來 然後教大家做一道菜 這樣子 然後就在天晴化 那種露天 露天野餐的感覺 其實蠻棒的 對 剛剛講的是 是好味 對 好味 好味食堂 好味食堂 做一道菜 然後好味甜點是 做兩道 因為今年的 我們特別請到一個老師 他是從香港來的 然後他那個 好味甜點的部分 可能是收費 然後剛剛那個好味食堂 是不收費 然後好味甜點的部分 就是說那個老師 會教我們一中一西 就是可能就是 甜點的中西大PK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做的時候 然後就是 看哪一個人覺得 大家覺得比較好吃呢 然後就可以回家自己做做看 就是 所以這邊的活動 也必須要參加 從企劃到執行 對對對 所以如果 民眾來要參加這些 好味甜點或是 我已經忘記了 實驗室 實驗室 對 你就會跟著一起幫忙 在旁邊 整個小幫手狀態 是的是的 就是還有做一些 就是影像紀錄 這樣子 拍拍照之類的 那真的是總管 什麼都要做 對啊 我就希望就是 看有沒有那個 沒有就是 可以有一個 就是我們都會請一些志工 就是說志工可以幫我們 先忙 對不對 我們小幫手都是 志工 呵呵呵 可是我覺得 只要開店或是開一個空間 其實就是要被那個地方綁住 不能動 對啊 可是就是 因為這棟建築物 其實它 我覺得 因為它從 有一種種 就是 咸豐時期 那時候 就是一百六十 一百年十年左右 其實它 這一棟的建築物 不會讓人家覺得 歐斯困在這邊的感覺 反而是一種 就是 就是 呃 我們這邊比較像那種 旅遊中心 然後就是說大家來 先來這邊 然後看看我們地圖 就知道 其他地方可以去這樣子 然後其實 我們這邊的感覺是滿棒的 所以如果還沒有來過迪化街的URS 155的朋友呢 其實可以親自來走一趟 你可以看到 一樓 有什麼 一樓 一樓我們有那個 就是說 欸資訊 資訊導覽 有一些 像我剛剛說的 好味十堂 欸那個 因為我可能剛剛講的一點都不清楚 所以說 而且聽眾也不會聽人 對 大家都不會聽人 可是大家 要仔細來了解的話 可以來我們這邊有一個 紅線牆區可以看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有那個北區地圖 因為其實南區有非常多的文創團體 已經做了地圖 南區就是大家比較熟的那一區 對就是說那個 峽海城隍廟那邊 然後 北區我們就是有一些那個 其實有一些默默出現的店家 然後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然後我們為了照顧這些店家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 超級大的地圖 對 然後可以讓大家了解 然後還有一個是 UIS的計畫 然後還有我們自己本身在做的 工創舞台的部分 對 然後還有一些那個 空間的一些插畫 然後其實 就可以了解說 現在目前 空間的使用狀況是怎麼樣 他什麼時候還有一些活動之類的 然後我們都在一樓展現 一樓也可以辦展覽 對 一樓 因為我們分成前洞後洞 我先跟大家分析一下 前面就是說 一個 就是 一樓就是資訊 然後二樓就是小閣樓 然後中間就是 天井 五分就是開放式的 然後有太陽會曬到 然後再來 後洞就是說 有一二三樓 然後一樓就是 可以做展覽的部分 電話來我先頂著 好 你先 好 所以其實剛剛大家聽到就是 這算是 還不錯的一棟建築 在這邊工作 很舒服 所以你們也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欣賞一下 然後呢 米其曼在三樓的 在這個共創舞台的牆上 我有畫一個非常大幅的 整面牆的畫 雖然沒有電梯 你要慢慢的爬上老房子 很陡的樓梯 但是呢 那是我畫了兩天多的時間 完成的一幅作品 然後呢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看看 那 時間 差不多要進入中段 我們來聽一首歌 欸 剛剛拱浪已經聽過了 接下來進入 陳奕迅時間 好久不見 剛好一台機車過去 我再講一次 好久不見 拿著你給的照片 拿著你給的照片 熟悉的那一條街 只是沒了你的畫面 我們回不到那天 你會不會忽然的出現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會帶著笑顏 我會帶著笑顏 揮手寒暄和你坐著聊聊天 我多麼想和你見一面 看看你最近改變 不再去說從前 不再去說從前 只是寒暄 對你說一句 只是說一句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不過是說從前 讓你走到的時速 我答得真是你 一句話 你真是會說 我們應該不見 讓你回到的時速 好歡迎回到米奇漫漫來 然後今天特別來賓是 即將離開US155的幼幼 嗨大家好 然後呢 前面講了很多就是這個空間的部分 可是沒有聊到太多有關於你自己啊 就是既然可以坐擁這一片豪宅 然後又可以不用跟太多的人接觸 誒是這樣嗎 也蠻多人會來的啦 那為什麼後來你決定說 你待了多久喔 為什麼想要離開 其實我從過年待到現在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 喔這麼短喔 對對對 我以為更久欸 其實 因為早先我原本就是 就來這邊做的時候 然後 其實我是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有一點不得閒的人 就是說我希望把很多事情都塞滿 然後 然後可是 後來就是說 因為 來這邊工作之餘 然後還要 還要 還要念書 還要念書 這樣就是塞得很滿嗎 對啊塞得很滿 可是發覺就是現在已經不是那個年紀可以承受這樣 太滿了嗎 滿出來了 然後 然後就是說 痾 痾 就是會 讓我就是重新再思考一下 這個這個問題 這樣就是說 痾 是不是 是不是應該 痾 就是說可能要離開這樣子 所以你工作是早上九點 然後到幾點 早上 痾 痾 痾 正常 痾 正常 痾就是說會到 到就滿晚的啦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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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可是就是說 因為其實 當時他們就已經有跟我談好啦 然後其實我也答應了 可能會 有加班 或是什麼 對對對 這個其實他們很早就 就都 都有跟我說好 然後其實我都答應了 然後其實 那時候就想說 哇我一定要 我有兩個目標 其實我有兩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說 我要成為非人物種 就是說 我一定要在這邊變得超強 然後 變成就是說 變成就是說 那個就是 不用吃飯不用睡覺 對對對之類 可是發覺 可是發覺 哇我完全 我現在我覺得我是正常人 就是說 無法就是說 還是想吃飯跟睡覺 對 還是想吃飯 還是想睡覺 然後還是要讀書 這樣我覺得你的目標有點奇怪 對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個就是說 讓那個小麥可以回去結婚 就是可以生小孩這樣子 你說你的兩個目標 其中一個是這個喔 對啊 然後就欸 可是後來 就是說 這就是 就是 就是體力 感覺感覺 不太行 真的喔 所以工作時間會長嗎 蠻長 工作時間就是說 會 會到 十 十多個左右 會到 會到敬衛就對了 自動 那四者五路 是因為有很多事情要做 對 就是說 因為其實 會這麼長時間 其實 來了之前 我有想過這個問題說 為什麼會 這麼長的時間 可是這一定是有原因的啊 就是說 為什麼這邊一定要待這麼多的時間 因為 其實在認識這邊之後 就是說 真正進來之後 其實我自己也有點 就是想要嘗試 就是說 為什麼會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這麼長的時間 是為什麼這個原因 想要優化 對 然後就是想說 那這邊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 後來就是說 大家了解之後 這時期的內容 然後 發覺就是說 因為他們在做 為什麼 他們在做 很創新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Jerry和小麥 他們在做的是 他們在做的是 Jerry跟小麥是 UIS的 靈魂人物 靈魂人物 對 靈魂人物 然後他們在做的事 是非常的 就是 其實是一般 在更前面的 就是說其實他是一個 未知的挑戰 所以說 要非常多的時間 精神 然後去做 去做那個 去做規劃 然後 然後 因為他們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說 帶著一些創作者 到國外去 然後 可以推廣他們的品牌 然後 做一些 創意事蹟 然後 因為今年我們出 就是有一些任務 所以說 所以我們在規劃 這邊方面 其實需要 花非常多的精神 與勞力 去做這樣的事情 這樣子 有的時候 開會我在旁邊 其實我也都 不太懂 大家到底在做什麼 好像在討論一個 哲學的東西 對 是有時候會這樣子 可是 而且 而且我其實 蠻 蠻 蠻喜歡 不是蠻喜歡 就是說 就是 Jerry這個 靈魂人物 這個老闆 他其實 帶給我一個 另外一個視野 就是說 因為其實 什麼視野 就是說 他其實 讓我覺得 其實他要 更深入的去 去 去探討 就是說各種事情的 問題點 這樣子 就是說他 不是像一般老闆 可能 他直接決策 然後就讓你 你去做什麼 你去做什麼 他去做什麼 然後就是他比較是 哲學性的那種 思考模式 讓就是 民主的公司 帶他討論 對對對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 希望就是說 甚至 未來 未來來這邊的 新夥伴 然後可以有自己的思維 然後 自己的思考模式 然後讓這個地方 就是說有更多的可能性 不用講太多節目 今天問的是你 對 所以後來就是 你覺得 體力沒有辦法負荷 對 就是 你很想要有正常人的 休閒娛樂 就是就是說 因為他其實 時間 是蠻緊 然後 讓我 其實像研究所 大家也知道 有讀書 就要寫什麼 論文 之類的 其實我 希望能再花一點時間 就是說 能 能去 能去讀 就是能讀書 然後能去做一些研究 這樣子 然後 我就是 其實有點不好意思啦 可是 工作嘛 我守候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對啊 那你觀察了 這一段時間 你覺得這邊 就是 最有潛力 跟最有趣的地方 是什麼 如果是一個 不是一個遊客好了 不是一個 想做這份工作的人 因為其實聽起來蠻有趣的 挑戰性很高 你說 可以再問你什麼 不好意思 這一份工作 就是要掌管這個空間 你覺得有什麼 很有挑戰的地方 呃 因為其實他這個空間 非常大 大概一百多坪左右 然後其實 呃 你 一般我們會想說 那種 空間你要 就要 就是 賣給誰之類的 可是其實 真的要去思考 就是說 欸這個 會進來的人 是哪些人 這樣子 然後去瞭解說 這個空間要 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 讓人使用 這樣子 對 換我聽不懂啊 哈哈哈哈 其實 我有點那個 那個 放空啊 有點放空的狀態怎麼辦 那我說那這一段 就是你觀察這段期間 這邊還可以有 怎樣的調整 嗯 就是畢竟你就 快要 不在了 希望下一個 接任你的人 可以做到哪些 你做不到的意願 我終於聽懂了 哈哈哈哈 沒有 那是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其實 呃 呃 Campo Bay這個團體 他一直都是在 往外 去做一些 Campo Bay就是 小麥跟Jerry的工夫 對 然後一直在往外 往外推 這樣子 然後其實 呃 其實我有時候 就是說 一些硬體 或者說 這個整個空間的 東西 可能要再更 更 就是說 呃 可是 我覺得他們 像一朵雲 然後 像一朵雲 對 他們像一朵雲 然後就是一直不斷的延伸 虛嗎 有一段虛 可是就是 你不用處著我的話 我在挖洞給你跳 像一朵雲在天空跳 對 然後可是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像 一棵樹一樣 就是說 他們要往下炸根 就是說 他們的根 可能就是說 我們所謂的空間的一體設備 或是說 呃 把這個空間的 環境能更好 其實現在已經很棒了 因為 因為其實跟之前不一樣 你 一個空間 怎麼樣覺得 很棒的情形 就是說 這個空間 你不用跟人家講說 這邊是哪裡 或是說它是怎麼樣 就會有人自然而然 坐在這個地方 這是我觀察到 對 像我 我去一個地方會看廁所 喔 對 也是就是 一般可能去餐廳就會看廁所 然後 像我 我把後院就是說 把一些 哩哩哩哩 就是說雜物我都把它 收起來之後 然後我發覺有些人 會在那邊開會 之類的 就是說 自然而然就會有人在那邊 然後讓空間和人 環境做結合 然後我發覺 現在就是有 慢慢有這樣的現象發生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但是你覺得還可以更好 對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再更好 是設備嗎 還是是什麼 而且附帶一提 因為是迪化街巷弄狹窄 我們對面 停一台貨車現在在下貨 所以大家會聽到引擎的聲音 對 是什麼 是硬體嗎 還是是 規劃 嗯 硬體的話 因為畢竟你在這邊 總管嘛 你最了解這個地方缺少的是什麼 是 是人流 是硬體 是一台很棒的音響 是 不停歇的音樂 還是是什麼呢 怎麼講 怎麼講 簡單講 就是如何讓 一朵雲 能夠變成一棵樹 我覺得目前來的民眾 就是他們有 找到他們的需要嗎 找到他們的需要 因為其實我覺得一般人 進來還是會不太了解 這邊在做什麼 就是說 還是 還是 蠻那個 就是說 還是蠻蠻不了解 說這塊 就是說可能 因為人都在地上嘛 然後看雲 然後可是 都不知道雲怎麼樣才可以摸得到 這樣子 然後就會覺得 就是說 金華水月 對就是說可能 在跟民眾溝通的 這一條 這一條天梯 對不對 這個天梯 那不就是你嗎 天梯 就是說 可能在這一段 就是說 可能要 就是要 要再 更清楚 不行你要講實一點 你講得好虛阿 身為一個年輕人 怎麼會講那麼虛 怎麼會講那麼虛 譬如說 你覺得最能夠 立刻改善的 這個空間 我覺得 我覺得 過分 你現在竟然是飛機飛過來 這也太吵了 因為這邊也是航道 沒有我想到了 就是說 他們 我覺得他們要 現在目前的話可能 現在目前可能要一直不斷的辦活動 就是說要找一些活動進來 因為其實活動進來之後 就會陸續續有些人 了解這邊 知道這邊 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 像我們的那個空間 空間的那個辦法 也都出來 然後 其實就是在 後續的 push方面的東西 然後 其實 讓人 更多人知道這個地方 對啊 因為其實像我們也 有農場啦 然後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農場長怎樣 然後 其實我在今天也把那個 小魚阿 都 我們開始養魚囉 小魚有點危險 小魚有點危險 怎麼說 小魚 就是沒有人照顧 很快就掰了 喔我們 喔對喔我們旁邊有一個阿姨 可以 哈哈哈哈 竟然把目標放在 隔壁 中藥航大阿姨 然後這個 其實那個魚很遙癢啦 那個老闆跟我講說 大概 只要有蚊子 對啊一兩天餵一次 或是有蚊子在那邊下蛋 應該就會有蚊子 還好啊 所以就是 應該像Live House 就是 節目可以排得更豐富更滿 對對對 讓這個空間 活化起來 因為其實來看過的 朋友都說好 所以我不得不說 都說這個空間非常好 因為其實 像之前有 活動桶就是說 一個還蠻 蠻 蠻那個 在做活動的一個平台 然後他們就是 有來這邊做 做介紹這樣 他就覺得 我們這個地方其實不錯 也有給我們一些建議 然後他就覺得說 像跳舞的朋友 跳舞的朋友 就是說可以來看看 因為其實我們這邊 蠻適合做 也可以做一些排列場 因為我們沒有柱子 之類的 或是說像一些音樂表演者 因為其實 可是這兩個完全不一樣 一個旁邊要有鏡子 一個要吸音 要吸 對 可是 呃 排演 因為其實排練還好 就是說 那個 只要有一個空間 然後其實還可以 因為是聽他講 欸 他其實 我也不太知道說 他是怎麼樣 覺得說這邊適合排練 可是他就是會 幫我們去 就是 找 看他們要不要過來這邊 這樣做排練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音樂表演 因為其實 呃 上兩個月其實就有陸續續 有一些表演團體 然後來這邊做那種 那個mini concert啊 的那種演出 然後其實效果 也還不錯 那樣子 因為後面以前是 藝術家慶祝現在就是說 整個是一個很開放的 對 就是我們被趕走的那個空間 對 就是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就是希望就是看 未來這邊有很多 有越來越多的人來這邊 然後因為迪化街是一個 現在是一個非常 正要起飛 對 的地方 這邊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時間很重要 接下來會 改變越來越距離 對 有 你有看到早期的迪化街 沒有我現在要接 這首歌 駝飛輪 就是 是鐘表裡面的一個部分 所以時間非常的重要 對 時間是 time is money 沒錯 湯姆是瑪莉 他也有意思是 money 對 好 我們接下來就要聽 陳鈺迅的 駝飛輪 這首是粵語嗎 對對對 我覺得這首歌的那個 旋律我非常喜歡 好 分享給大家 對 對對對的發票 人值得 命中減少幾秒 多買一隻錶 秒數 足得更了 而皮膚竟偷偷送了 為何用到盡了 只知那樣緊要 對 我歷史無止境 活著多好 不需要靠物證 也不宜高信高借 高級銀博尊敬 哦 就算搏到 白雀那地位 和蕭邦的旋榮 賣了任性 一拼也拼 忘掉了 為什麽高興 曾付出 幾多心跳 來換取 一對對的發票 人值得 命中減少幾秒 多買一隻錶 秒數 足得更了 而皮膚竟偷偷送了 為何用到盡了 只知那樣緊要 記住那關於光榮的教訓 回頭走天已暗 你獻出了十串事和分 可有換到十串金 還成底幾多心跳 人面跟水晶表面對焦 連自己也都分析不了 得到多於笑 也許 也許 真的風了 哪個都應多麼可笑 靈魂一邊賣了 上年也沒心跳 銀或金都不緊要 誰做幾心一樣了 計劃了照做了得到 時間卻太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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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成底幾多心跳 還在數趕不及了 昂貴是這刻我覺不了 在時計裏 看破一生 好 米奇慢慢來 最後一段 然後呢 今天的特別來賓是 又又 哈囉 大家好 然後最後一段呢 就是以 那個霹靂星球爆炸了 又又你現在扮演神貓 我講得好老啊 你現在應該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吧 總之就是 霹靂霹靂霹靂貓 反正就是太空船要爆炸了 現在你要錄下一段影像 給 接下來要頂你位置的 心血 可以對他說一些勉勵的話 或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實來這邊的話 在十分鐘就要爆炸了 只能講十分鐘 在講十分鐘 就是我覺得 就是給未來這邊的朋友 就是說 因為這邊是一個非常創新的地方 然後創新 創新和 只有十分鐘你還可以 撲這些梗 我不要聽你講官腔 反正來這邊就是要有一個字 就是熱血 就是passion 一定要有熱血 然後來這邊 就是才能跟這一群熱血的人在一起 這樣子 那要有強壯的身體嗎 強壯的身體是一定要有 不要像我這樣 嘻嘞嘞這樣 因為常常也要搬東西 你是後勤嗎 對對對後勤 我是支援部隊 他們在外面辦了什麼活動 最後帶著滿身傷回來的時候 對對對 就交給你了 又要排椅子 然後最後要收椅子 就是說 然後要整理垃圾 然後記得做好資源飛收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你廚餘絕對不能 那個就是 你熟的一定要放同一桶 然後那個生的一定要放一桶 要不然你一定會被罵跟你講 被誰罵 一定會被那清潔隊罵 因為清潔隊超兇的 道廚餘那個 就是帶眼睛那個 請注意他 小心 欸 太空傳道要爆炸 你交代這些隊嗎 對啊 就是 這個很重要 不要被罵就要聽這個 好 太奇妙了吧 對啊 還有勒有沒有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除了熱血 強壯的身體 那有什麼好處 我們也可以講一些吸引人 把人家騙進來的東西 就是 因為是很細的東西 所以我們 你只要跟到 跟到最後就是你的 這一點還不錯喔 對啊 就是說 你就會覺得說 你有時候就會看到 有些人在做一些傻事 你就說 他們到底在幹嘛 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然後 可是他們 直到他們撐到最後之後呢 欸 然後就會覺得說 欸 他們好像有一點東西喔 然後就會覺得 可以慢慢去接受 那當大家都接受 我們這個團隊的話 然後這個團隊就是非常厲害 喔 所以算是 後世看長 只要你的命 只要你的命夠硬 對對對 趕快來投資吧 對不對 在這邊可以學到什麼 所以學到就是說 喔 就是說因為這邊常常會 然後我都一直做好球給你 呵呵呵 這邊可以遇到各式各樣的人 就是說 欸 你三不五十就會看到一些 欸 喔 因為這邊是一個文創空間嘛 然後所以說 你有時候就會看到 哇 那個像米奇麥的那種插畫 插畫大師 我就算了 我就算了 我整天都在這裡 你舉一些其他的例子 對啊 如果有一些創作者會過來這樣 然後創作者通常都不太理你 有些 就是都很酷的這樣子 然後就飄過去飄過來 然後其實你也不一定可以 欸 跟他聊上幾句 然後或是 我要你講好的 然後 曾經抱怨創作者 創作者還 阿 就是 蠻可以遇到很多人 然後還有附近店家 有時候可以去聊聊天 因為其實附近店家也蠻有趣的 就是 他們身家都很厚 對超厚的 就是那個 那個我 我還有去 因為山水行他們前陣子要搬家 然後 我就去他們家 哇塞 他們家超大的 我就隨便家 就是門面超小 就是喔 你會進去說 哇你生不見底 然後還有搬不完的家具 對啊 太溫船要爆炸 你講這些真的是對的嗎 我也不知道現在在講什麼 所以來這邊工作 你可以見到很多的人 然後 那你可以學到 什麼 學到就是 除了廚餘之外 廚餘之外 就是 你可以 進入這個團隊 你可以 那個思考能力會 很重要 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 當 那個可能Jerry 偷專影韻出來之後 然後你有更好的想法 可以提出來 這樣子 然後讓這個團隊的人更好 所以你的意見就是 有可能會被採用 對對對 也不一定會被採用 可是 可是 就是說盡量努力 可是是有機會的 對對對 就是有機會的 其實工作嘛 工作就是 大家都是為了這個公司好 然後才會想到 就是不管就是說 不是為了自我實現嗎 自我實現也是一部分 可是就是 就是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只是 大家都是 在同一艘船上 然後就是會 讓大家更好這樣子 對 然後 對 讓我關槍 哈哈 我都受不了了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打斷你 哈哈 然後 還有什麼 因為你剛剛也講說 其實 目前比較 可以更好的就是 活動的部分 對對對 活動可能 再多一點的話 可能 讓這邊 所以其實來的人 他有餘力 就是把這些 日常事物搞定之後 他就可以來想這些 對不對 呃 一般的人 是指哪些 沒有 我說就是 譬如說 每天的餵魚啊 就是 餵魚好像很悠閒 哈哈 就是日常的 打掃 然後跟民眾的接待 其實 他也可以想一些 有關於活動的 可以把這邊 欸 其實你權力很大欸 你如果喜歡音樂 你都接音樂的 對阿 以後就變很像Live House 對啊 其實我 我這樣不得不講一些 就是說 那個之前有幻想過一些 那個空間 會有哪些人過來 為什麼不講 哈哈 就是 例如說我覺得 像中間 中間其實很適合那種 運動 就是 你不覺得現在人都缺乏運動 你說到天井那邊嗎 對啊 天井區超適合運動 那個請 未來的新人規劃一些 運動 運動 對啊 除了瑜伽之外 那邊可以做什麼 可能就是 像那個 林峰義啊 林峰義就是百年的足氣行 他有賣那種藤球 大家可以找 那個 我已經找好人了 大家後續可以再聯絡一下 可以來做藤球的表演 或是說體驗 或是說 像我 可以跟東南亞結合 對啊 東南亞就是藤球超強的 就是會 那個可以 而且他們那種動作都是 頭在下 然後腳在上 哇塞 我說這是人做得到的事 再來一個 這太立體了 這太立體 然後再來 再來就是說 像那個 二樓的後院 其實我有一點想要把它 變成那種 就是戶外的電影院 那樣子 為什麼是二樓的後面 戶外的感覺 對 有戶外的感覺 然後你跟螢幕有一段距離感 就是不是像 像原本就是說 可以摸得到螢幕那種感覺 然後就哇其實那邊 其實演完適合 播放一些電影 這樣子 然後 其實這都是我的興趣 啊運動嘛 然後再來就是看電影 可是這很好啊 本來就是應該進駐的人 讓這個空間有 有那個 總管的味道 這樣是對的 對啊對啊 然後就是讓各個地方都 各個角落都有 你都會有 讓 驚喜 對有驚喜 就是哇就是 就是各個角落都是驚喜 然後這樣就會越來越多人 來這樣子 嗯 對啊對啊 或是請一些街頭藝人 好像也不錯 那每天來的人 目前大概 你有覺得 有什麼變化嗎 目前 或是來的人 都是怎樣的人 來的人喔 因為新來的 朋友 如果你想知道 你其實以後 跟怎樣的人相處的話 好 其實來大概 60%是 一般民眾 然後 然後 20%大概日本 日本的 日本還蠻來這邊的 喔日本人 然後 然後 剩下20%就是不知道什麼樣的 喔還有一些創作者 可能20%就是創作者 那什麼叫不知道怎樣的 就是 就是 欸逛過去 喔借廁所的蠻多人 借廁所 對 然後 對大概是 這樣子分布吧 就是 對 然後假日會比較多 假日下午還蠻多 很悠閒的人 會在前面 騎著那個U-bike 一直晃來晃去 這樣子 很多 所以其實 總結一下 就是這份工作 迎來 你可以撐到最後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 然後你可以掌管整個空間 把它改造成 自己喜歡的氛圍 對你想怎樣就怎樣 對而且呢 你可以花很長的時間 待在這裡 對 這是好的嗎 沒有啊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 非常愛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直接住這邊吧 沒關係 三樓有沙發給你睡 三樓有沙發可以睡 二樓有電熱水器 我跟你說 只要一個地方 有可以住的地方 這個工作場所 就一定 很ㄍㄧㄥ 很操 做電影 你應該就會知道 我做電影 睡片場 你只要看到 研究室下面 可以拉出一個 那種 那種遮疊床的 又晚了 他們都不回家 二樓又可以洗澡 超棒的 對 所以媲美運動中心 對運動中心 就是說你就不用再去什麼 那個什麼 什麼其他的 什麼新衣運動中心 大同運動中心 都不用 這邊免錢 對直接來 對阿 提供偵飯機 對偵飯機 偵飯機 氣炸鍋 隔壁 隔壁熱心的阿姨 對 然後可以常常跟民眾互動 對 聽起來 還不錯吧 有興趣的 就歡迎阿 歡迎來預約 對下面有那個 那個電話 沒有我們是廣播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後製的 好的 所以 那他們現在有開始要招募新的人嗎 有有有 他們現在 現在目前 目前是招募行銷 行銷部分 行銷部分 對然後還有 行銷部分 那進來之後要兼做這個嗎 行銷部分 這要看他們的安排 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協助小麥 因為現在可能我離開之後就是 小麥 小麥會在這個空間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可能就是 協助他的部分 就有點像我的工作這樣子 對 所以呢 如果有興趣有志的熱血青年 歡迎來到 UIS E55 享受著 陽光 涼風 藤球 電影 大肚魚 還有什麼 中藥味 中藥味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 太陽從左邊出來 右邊下去 就是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 溫度的變化 太陽的變化 整個氛圍的變化 就是說 哇 這是你可能在其他公司 是感受不到的 對完全感受不到 對對對 我們也祝福 幼幼就是 前往下一段旅程 因為 他的電話也響了 See you 節目就到這邊 拜拜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